成就现场时间来看到 美国一位乘客持枪威胁巴士司机 没有想到这个司机更狠 竟然是迅速的拔枪猛轰 造成这个乘客步步重担 逃逸之后被捕 而司机也因为违反了规定 遭到开除 这个惊悚的影片曝光之后 也让外界见识到了 美国枪支泛滥的严重性 这实在是有够扯 一位乘客拿着枪走到巴士司机旁边的时候 没有想到司机迅雷不济眼耳 拔起枪就猛轰 原来是这名乘客要求中途下车 然后仗着有枪向司机咆哮挑衅说 我打赌你不敢碰我 没有想到更狠的是司机 连反猛轰打到玻璃泉碎 乘客腹部重担 从后门逃离 司机却还没有罢手 继续在走道上开枪 还好车上其他两位乘客都安全无余 司机也守备重担 虽然没有遭到控诉 但是后来因为违反规定 遭到公司开除 另外美国费城的肯兴顿区 已经沦为毒虫窟 一段影片在网络上疯传 震惊各界 画面中可以看到大街的人行道上 挤满弯着腰行动迟缓 神情涣散的人 有的面部朝下 有的昏睡 有的根本就是昏倒在地 这些都是无家可归的毒品上瘾者 谁打一种原本是给动物用的镇静剂 名为塞拉秦 许多瘾君子将之与鸦片类的药物混合使用 具有致命性的危险 被白宫定调为新威胁 记者综合报道 加拿大东部城市哈利法克斯 因为森林大火失控宣布进入七天的紧急状态 有驾驶开在路上时闯进了大火延烧的路段 立刻是伸手不见五指 还差一点就撞到前方的车辆 而当地民众拍到浓密的黑烟 从地平线升起 太阳也变成了诡异的红色 这景象十分的吓人 大陆神舟16载人飞船 预计在明天30号的上午发射 不止指令长 井海鹏是飞天次数最多的太空人 这当中的贵海潮 更是大陆首位戴眼镜的航天员 引发热议 而大陆也同步官宣 将在2030年之前 完成中国人首度登月 神舟16任务将由升空次数 最多的太空人 井海鹏担任指令长 而他即将四度上太空 成为中国第一人 第一次上太空叫实现梦想 第二次叫超越梦想 第三次叫升华梦想 第四次我感觉叫创新梦想 现年56岁的井海鹏 竟将第四次登上太空 而他早在1998年就成为大陆首批的太空人 至于其他两位则都是首次飞行 出现一些可能小故障什么的 是需要工程师去参与 去与地面协同也是 恢复我们的这个运行状态 我更多的是这个平台的一些产品的维护维修 本次的飞行组合 不只有上太空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更首度包含了航天驾驶员 航天飞行工程师 以及载核专家等三种类型的太空人 至于另一位身面孔则是现年36岁的教授桂海潮 而您注意到了吗 他将戴着眼镜上太空 我主要负责在河岛管理 维护维修 从事空间科学实验 根据陆媒指出 桂海潮是大陆第一位戴眼镜执行任务的太空人 而大陆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就表示 由于分工越来越细 太空人随着执行的任务不同 选拔标准也有所差异 因此低度近视依然有机会一元太空梦 而桂海潮不光是戴着眼镜上太空成为话题 来自云南宝山市的他 更是街坊邻居口中的有名大学生 而一起长大的儿时玩半个透露 桂海潮是个从小拿奖拿到手软的超级学霸 而不光是神舟16号30号上午发射获得主目 大陆也加码宣布7年之内要登上月球 总的目标是2030年前 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预计2030年 大陆将发展月球的科学考察 突破载人递越往返 并在月球表面短暂停留 实现大陆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 接着林涵综合报道 新加坡副总理黄勋才日前公开表示 新加坡不盲目走上民主之路 会继续发展自己的体制 不希望外界对新加坡有民主 或者是威权的对立划分 对此呢 记者请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来评论 毛宁表示 中国大陆反对鼓吹民主对抗威权 更表示民主制度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 来听听看毛宁怎么说 新加坡黄勋才副总理对于民主问题的阐释 我想是基于新加坡自身的成功实践 应该说也说出了很多国家的心声 众所周知 民主制度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范式 只要适合本国国情 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就是行之有效的真民主 好民主 中国和新加坡虽然国情不同 但都找到了适合自身 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道路 我们坚决反对鼓吹民主对抗威权 试图把世界拖回冷战年代的 开历史倒车的行径 中方愿同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世界各国 加强交流互建 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出应有的贡献 北韩通知日本海上保安厅 将在5月31号到6月11号之间 进行发射卫星计划 日本防卫省今天是立刻回应 表示计划摧毁北韩任何侵犯 日本领域的飞弹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弈就表示了 就算是所谓的卫星发射 北韩任何试射都会影响到日本公民的安全 而日本政府也认定 北韩卫星可能会经过领空 日本防卫省表示 卫星如果通过 就会动用标准三型导弹 或者是爱国者三型飞弹 来摧毁北韩的飞弹